從房間車站出發 我們帶您環遊世界 GO 學校銀行是我們 儲蓄榮耀的秘密基地 我們有最接近天空的課程 對付的是我們學校 有獨一無二的戰鬥機 航空科技的課程 讓我們更接近世界未來的舞台 讓我們一起大聲說 來 蕭哥哥 等一下啦 你拖著行李箱來到白雲國小 是要去哪裡啦 柳丁哥哥 你沒看到 這裡有一個大大的地球 我就是要去環遊世界 同學們在等我們了 我們趕快去吧 GO 被形容學校就像是 一座遊樂園的白雲國小 校舍美輪美奐 一進入校園 最吸引注目的就是這一輛 可以實際搭乘的電動小火車 一旁還有仿照真實月台打造的 白雲車站和平交道好吃喔 咕咕咕 各位乘客火車精彩囉 快點 快點 火車要開了 歡迎哥哥們前來搭乘白雲號小火車 白雲號小火車 學姐 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學校會有這樣的小火車 因為我們想讓白雲國小的同學們 能搭乘小火車 環遊白雲地球村 認識世界各地 培養國際事業呀 哇 那這個小火車每天都會開嗎 沒有耶 平常我們只有新生報道 或者是園遊會的時候才有做開放 還有獎勵時間也會開放喔 那我跟香蕭哥哥算是新生啊 可以讓我們搭看看嗎 沒問題 咚咚 慶慶慶慶 走囉走囉 眼前的小火車其實是過去一座廢棄遊樂園 所提供的遊戲戲劇 經過校方用心維護 賦予新生命之下 小小的火車從新生開始 就載著同學們的夢想 開往世界的旅程 是不是很酷啊 好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Go Yeah 拜拜 跟旁邊換換手 Yeah 在校園裡面搭火車真的很酷耶 你有在學校裡面坐過火車嗎 我們有 對不對 坐火車好玩嗎 好玩 在學校坐火車 小小哥哥 你要看這邊景點來了 這個不就是比薩雪塔嗎 還有羅馬競技場耶 而且坐得都好真喔 好漂亮喔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義大利 這些很漂亮的這些雕塑品啊 看起來都做得很棒 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還是哪裡來的啊 是我們學長姐做的 所以這些都是學長姐做的耶 那真的很厲害耶 他們學校的小火車 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都很短 他們是真的很長很長耶 而且坐在這個上面啊 真的有一種環繞世界的感覺 因為那個很酷耶 就是那個巨石鎮有沒有 這些景點就會在你旁邊這樣 穿過去 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到校園裡了耶 進來之後 完全是不一樣的風景耶 對啊 這個小火車 還有更小的 給幼兒園做的 那那個是小台的車子是不是 小小火車 天氣變好了 前面景點來了 金字塔旁邊也有啊 對 埃及的金字塔 Datue of Liberty 我們好像到新加坡了耶 我聽說你們學校有雙語實驗的課程 那如果有外賓來的時候 你們會用英文來做導覽嗎 會啊 會啊 那你現在可以試試看嗎 OK 他說那個Murlion就是那個獅頭魚身像耶 好厲害 小火哥哥 你看 雪梨歌劇院在這邊耶 那你可以用英文來導覽一下 雪梨歌劇院嗎 這裡是 Sydney Opera House 它是一種最詳細的建築物 它是澳洲的名牌 哇塞 所以它是一個世界最著名的表演中心耶 小火哥哥你看 富士山來了 有一次在飛機上看到富士山啊 就是飛機上超漂亮的 這裡還有好多好多 101 這裡有101 紅毛城 那是紅毛城喔 我剛才想說那是什麼 這個陽光很漂亮 很美很美 不僅如此啊 進入校園之後 還可以感受到 以世界接軌的航空客氣氛圍喔 超棒的喔 沒想到我們真的可以在校園裡面 坐小火車耶 這樣讓我對學校裡面的事啊 有更多驚奇的期待了 我們要到站了 到站就到站了 耶 到站 對 到站 耶 到站囉 耶 我覺得我們學校可以做出一個火車站 是很厲害的事情 搭小火車的時候 讓我覺得有整環遊世界的感覺 然後其他學校都沒有這種特殊的設施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說到特殊的設施 白雲國小可不單單只有小火車喔 同學們說進入校園之後 更可以發現 校內真的是一觸不可多得的藏寶地耶 這太厲害了吧 那個是一比一的戰鬥機模型嗎 對 歡迎來到 那是一台真實的戰鬥機喔 同學 你們這個穿堂也太厲害了吧 沒錯 我們的穿堂 是設計成飛機內艙的造型 這個是飛機的窗戶 裡面展示著我們學校的一些事物 而這裡還有飛機的冷氣出口和燈座 而飛機污輪的燈 在晚上會照向我們的戰鬥機 這個設計也太貼心了吧 小火哥哥你看 這個燈剛好就打在戰鬥機上面耶 真的耶 好帥氣喔 可惜啊 這麼帥氣的戰鬥機卻不能搭乘 當然可以搭乘啊 只不過只有在特殊節慶 像是校慶園遊會 或完成任務爭取榮譽 以獎益搭乘 獎益 對 只要儲蓄榮譽 就能換到我們想要的獎品 獎品 所以包含搭乘這個戰鬥機嗎 對 那我請同學帶兩位 哥哥去吧 好啊 一二三 走 哇 太令人意外了 通過穿堂 校內竟然有一台 於民國101年 來到白雲國小的F-51 退役戰鬥機 更重要的是 它竟然還可以乘坐耶 對啊 為了能獲得榮譽點數 兌換搭乘 我一定會努力完成學習任務 那因為我們學校的名稱叫做白雲 那戰鬥機剛好可以飛上白雲 所以呢 我們就跟國防部申請有退役戰機 可以放到學校來展示 我們的F-51戰機 不只是校內的展示品而已 我也讓它變成我們學校的課程主軸 所以呢 我們每年都有邀請我們 脫役的飛行員 來學校幫孩子上飛行課程 那脫役飛行員 會將它之前駕駛這台戰機的經歷 跟我們孩子們分享 也會透過它的飛行員指引來 告訴孩子 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的飛行員 也講解飛行的原理 像我們也還有 無人機的飛行課程 會告訴孩子 如何在趨越化的教學當中 學習飛行的原理 那你們先去做一個操作的測試 稍微在這邊試飛一下 好 待會兒如果電用完了 就放跑去哪裡 好 那你們要練習室 超越完嗎 好 手上見路了 手上見路了 沒有手上見 天空中很多黑色的東西 飛來飛去 感覺好厲害喔 就在那裡 我還以為是我眼花咧 那到底是什麼啊 上面飛的那些是無人機 他們手上拿的是遙控器 聽起來好像很好玩很有趣耶 那我跟柳丁哥哥也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啊 太好了 那等一下我跟柳丁哥哥 我們就分兩組 一起來完成飛行任務 然後就可以收集點數 OK… 感覺很棒耶 同學你們太厲害了吧 看起來真的很強耶 不過等一下我們兩個 到底要… 要… 什麼任務啊 陳老師 有 我們的任務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要來分比比賽 然後要來看哪一組飛的 又穩又快又整齊 那最後我們要跟我們的特色地標 做一個合照 那我們就一起 分組挑戰 GO 請問可以起飛 嗨 哈囉 哈囉 柳丁… 順利起飛 謝謝 你們先示範一次我看 對 這邊它是往前往後 往左往右 對 好… 那你也可以這樣嗎 比賽開始 首先就是各組的單手接配機 穩定度表現 哇… 謝謝啦 好… 這一手還是要放平衡喔 對 要放平衡 不然還是會被咬到耶 分數過大了 分數過大嗎 好 5 4 3 2 1 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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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更快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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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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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拋飛模式 有嗎 有 丟 沒有耶 他沒有拋飛 來…再一次… 有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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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可以丟一下 你往上一點 差一點 往上一點 然後往上 往上 然後… 再這樣 然後可以前進一點 前進一點這個 那什麼是黃區什麼意思啊 黃區因為它是航道 所以你要飛低 這個 不能超過60米 那個無人機可可以飛行的區域 綠色就是OK嘛 一定就OK 然後120公尺 綠色要飛大概120公尺以下 那紅色就一定不行 就是不行 因為它就是在機場旁邊 或者是旗 性管區就對了 可以 沒有 然後你不要太久 對… 繼續 頭上下落 確定 5 4 3 2 下來位置 下來一點 有了…OK 但是要轉向對不對 有了… 接下來就是直線穿越障礙的 整齊度表現啦 有… 上一點… 上面一點… 好 過… 往前… 有了… 過了… 那它下來… 下來… 回來之後就可以聽些高 我哪裡半都可以 要靠近我們了怎麼辦啊 等一下… 等一下就… 風太大的時候 我知道還要考慮風的原因耶 為什麼會自己這樣可以 OK 可以 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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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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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穩住 過 過 有 好 好緊張喔 好 加油 老拼狗 身為有機師培訓的我 我一定要好好的加油 加油 老拼狗跟著我 左邊一點 幫我右邊一點 跟著往前 好 跟著往前 妳幫我右邊一點 妳那個幫我右邊一點 對 往上一點點 好 OK 就這角度 往前 抽 抽了 來 再一個最後的 順利的第一步 有 穩住 過了 左邊一點 左邊一點 有 過了 好 風太大了 在這個時候 我風太好客人車過去 我幫你拿著 穿過去 有翻 穿過去 所以另外一個再穿過來嗎 那我去 穿進來 有 過去了 要換你了 沒關係 OK 有過一個 等一下 怎麼轉彎 我真的是 瘋了 瘋了 沒有瘋了 快 快 過了 還有一個 這裡 這裡 那你覺得玩無人機最好玩什麼 為什麼你那麼喜歡 因為你自己操控 感覺自己在操控一台飛機 很痛 所以那種成就感很棒 被這種無人機 有感覺自己身處在天空上 觀賞著大地的美景 然後會另外一種 不是很多人會 就是學會一種 別人不太會的新技能 過來 我這邊嗎 你要跟著他 我跟著他 你要跟旁邊 從同學們指導我 對於空拍機操控的專業態度 不難發現 大家對於這堂課 真的是發自內心的喜歡 好了 挑戰完各種飛行操控 終於來到拍照關卡囉 來囉 有了 一 二 三 耶 三 二 一 耶 我有看到鏡頭這樣可以看 可以拍照 一 二 一 二 三 耶 空拍機不但能拍照 同學們還能透過空拍的視角 發現更多校園的特色與美景 例如彩虹操場 還有以飛機造型而打造的兒童遊戲場 每一個角落都是繽紛亮眼 除此之外 據說學校裡還有自己的銀行喔 同學 那我們今天獲得了多少榮譽點數呢 答案就在這兩張卡片裡面呢 你們可以到我們的銀行裡面去查卡 謝謝 學校裡怎麼會有一間銀行啊 對啊 同學 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提款卡是在這邊領的嗎 沒錯 你們剛剛的榮譽成績就是在這裡查詢 同時也是學校為了 培養我們理財觀念 還有鼓勵我們的徵學習手 搭配的榮譽制度所設立的喔 所以學校的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帳戶嗎 對啊 我來教你們查詢點數 好 把卡片放上去 真的 看你的點數出現了 這裡還有排名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好高 他們點數都很多 對 而且你剛才還沒在上面 我有看 145分鐘 你可以換很多東西 那換看看你有多少 好… 但是我剛才表現不錯 好 來看一下 好少喔 我是你的一半 那你們學校有真正的存者嗎 你們可以去前面的櫃檯看看 好啊 走 走 這個真的跟外面銀行一樣耶 那除了這個存者以外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虛擬帳 還有虛擬帳 我們的銀行和外面的銀行一樣 有訂存、轉帳、存款等等功能 不同的是你願存的錢 不是錢 是點數 而且我們叫做 不過我很好奇喔 你們學校什麼時候會發益庫幣啊 校外比賽的時候 如果得獎就可以得到益庫幣 像是宇文健賽 所以讓田英瑞出去比賽 如果有這邊的話就會得到益庫幣 是在前面的超商獎品喔 校外哥哥 我們兩個剛剛的衣庫幣 好像不少耶 沒有 你的比我少 不過我覺得好像可以實現我 做戰鬥機的夢想耶 那這樣的話 我想要兌換獎品 那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好喔 謝謝你們 謝謝... 我之前跟我朋友分享過 我們學校有一個很酷的銀行 可以讓我們了解理財觀念 然後讓我們想要自己的 帳戶裡面的錢越來越多 我就會想像自己參加任何比賽 來獲取點數 Koko Ko 學姐 我們要來兌換獎品了 那請問一下兌換獎品有什麼規則嗎 每人只能入場一次 而且只能選一樣獎品 所以只能夠進去一次 然後每個人只能挑一樣 OK嗎 OK 好 那我們就要好好的考慮 出發囉 走 走 很多東西耶 這個很貴耶 好 可以 好嗎 來 可以 我先從學長開始好了 這是一台平板 第一眼就看到它了嗎 對 OK 那妳的是什麼 這是桌球拍 為什麼妳要選桌球拍 因為我們社區有桌球廳 然後我最近和他們朋友一起打桌球 所以需要這個 很棒喔 那妳呢 我選這個小杯拍 其實白雲國小有這麼多的獎品 都是學校以及家長的用心支持才促成的 而且這個獎勵制度 已經在學校推行多年了 學生們也非常喜歡喔 太驚訝了 真的要坐上這個夢想中的戰鬥機了耶 這都歸功於我兩個隊友 今天早上的幫忙 我們口號沒有喊 再來我們還喊出來好不好 大聲要預備 開始 馬斯克 蔡依林 GO… 蕭家旭要當大王 那我要上去了 幫我加油吧 Yeah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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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坐在F1的戰鬥機裡面了 關閉 這是儀表板 你看 就跟戰機的儀表板一樣 然後我們那個手 控制的 原來那腳也是這樣踩不一樣的 就像真的在開飛機一樣 手這樣 做聲音 然後旁邊呢 有很多不一樣的那個拉環 旋鈕 超酷的 轉過來看一看 這邊應該是手控的那一種 這邊有沒有 其實上面呢 就是 都是魚 然後你前面的視野就是這樣 看出去 在你的飛行機艙裡面 很酷耶 我覺得 戰鬥機的飛行員要突破自己 要很有膽 大大的F51戰鬥機 佇立在校園內 真的很震撼 這也是全台唯一擁有 戰鬥機的一間小學 真的很幸福呢 今天很高興 和同學們共同參與了他們的課程 就如同莎士比亞的名言 知識是我們飛向天空的翅膀 我相信 所有在白雲國小念書的小朋友 在快樂學習下 未來一定都能展翅飛翔 我真的覺得在白雲國小上課的同學 真的很幸福 因為他們的學校好漂亮喔 那除了一開始的那個小火車 你可以透過這個火車呢 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標之外 走進穿堂就是一個機艙 然後走出穿堂 就看到真正的戰鬥機 就在你眼前 我覺得太酷了 那回到課程部分呢 今天上了他們的無人機課 我覺得這個課程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像無人機這種3C的課 它其實比較少見 但是他們學校居然有 然後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發現同學們 在操縱無人機的過程當中 那個眼神是充滿熱情的喔 那在過程當中 加入一點點的競賽 增加刺激之外呢 也可以讓他們去追求一個榮譽感 而且重點是呢 這個榮譽居然還可以兌換成點數 然後來兌換獎品 我覺得這整個的設計啊 就是讓你可以在這個環境當中呢 同學們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榮譽 並且去兌換自己想要的東西 真的是太棒了 讓我們一起大聲說 我愛启蠟太棒了 我愛启蠟太棒了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